第三名 叻心 叻心 二级归站准备 目标第三区 執行第十二号巾级方案 不必浪费时间 朋友还是敌人 选吧 被他杀死的一瞬间 我发动了宇都城的地灵额定功率 你想说什么 既然我在这里 你是谁 从那时起 我就决定了自己所要背负的人生 我们是战士 是将众人命运扛在肩上的人 群星 会聚于此 星矛 住行 这一技 光穿星辰 比较超越哪 距离 旅程完全没办法开始了 比安卡大人 冲着东西发火 也是无济于事的呀 我气的是那帮胆小的水手 被利维坦吓得不敢出道 一点勇气都没有 好不容易通过格尼乌斯装置 来到这个世界 却被困在了不知名的海岛上 这样下去 奥托主教吩咐的 寻找以太锚点的任务 也没法完成了呢 是时候和那只打家伙一决胜负了 比安卡大人 按照计划 我行船将利维坛引出海面 请比安卡大人抓住机会 登上他的背部 给他致命一击 放心吧 我会速战速决 不会让大家会碰到你的 比安卡大人 真是可靠呢 看 他来了 不愧是比安卡大人 但他也不会就这样束手待毙吧 给我 安静下来 比安卡大人 快看 看来那就是他力量的核心 接下来 就交给我吧 谢谢 辛苦了 比安卡大人 再难的任务也难不倒我 顾波丽塔 你有没有感觉到 船在 蹌倒 不是吧 莉塔 我能揍这个笑嘻嘻的家伙吗 莎士比亚为什么在开船啊 比安卡大人 世界炮里可能会出现来自各个时代的人物 况且莎士比亚船长还答应收留岛上的水手们 并且为我们提供了旅途的交通工具呢 结果好就一切都好嘛 什么地方 这是 这是崩坏能形成的墙壁 恐怕没错 也就是说墙壁之内的土地 已经化成了除了崩坏兽外 没有生物能够存活的死之领域 你干什么不要赢塞过来啊 比安卡大人 你怎么了 我没事 这把剑似乎确实蕴含了极为强大的力量 只是现在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 宝石 只要集齐七颗宝石 就能实现任何愿望是吗 我说大剧作家 你干脆改行画漫画好了 这么玄乎的事情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居然不是心口开河吗 比安卡大人 想要在受崩坏能影响如此严重的世界里 继续完成任务 我们也 嗯 嗯 没办法 既然发现了崩坏的痕迹 也不能放人不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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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船长口中的世界第一大城市 亚历山大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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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有在反省 啊 完全沒有吧 不過他們的回答都很正常呢 這樣分辨不出來啊 艾利斯 街上的機器人在拉走行人時說 艾利斯需要你 是什麼意思 嗯 終於找到你了 艾利斯 這才像話嘛 就算你是人工智能 把所有事情都推給你 還把你一個人關在那種不見天日的地方 換我早就用行動抗議了 要謝就謝他吧 我們的相當 落魁了他 我們才能找到你 要謝就謝他吧 你的臉 你的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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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非 是幽兰大耳的寶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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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嗯 嗯 嗯 蘇油是什麼 亞里山大城的黑科技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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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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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客断 虽然有一些隐患 但这也算是人们努力从神明那里断奶了吧 会有母亲因为这种事而生孩子的气吗 依克纳尔 你不觉得你的同胞们都太依赖神明了吗 今天要不是我们刚好路过 原来如此 你是想将神明对普通人的影响降到最低 既然是这么任性的神明 不听他都不就好了 你们就不想更自由地活着吗 决心 我总觉得 伊克纳尔最后的神情有点奇怪 让人放心不下 伊克纳尔他人呢 伊克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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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会完成你的心愿 我一定会完成你的心愿 伊克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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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upa 伊克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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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本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比肩神明的奇迹 没错,从今往后,不是坐等神明降下旨意 你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决定未来 就像现在,只有靠你们自己,才能保卫家园 伊安卡大人,我观察到他身上有数个崩坏能不绝经,只要能破坏掉他们 哦,辛苦了,丽塔,接下来就交给我和艾尔蕾的村民们吧 就是现在 下妖 伊克纳尔,这已经为你献上 你的人命,将与神明诀别 迪安卡大人,至少我们完成了他的心愿 支配宝石,就嵌在这只大家伙的身体里 说坏了 莫非,他原本是个人类,是受到崩坏能的污染才变成了这种形态 你说的皇帝是谁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南美大陆吗 最后的两颗宝石在这样的国度,真是太好了 毕竟 如果崩坏也侵蚀了那位皇帝的意识 情况无疑比我们想的还要严重许多 是,有了拿破仑的武略,加上取之不尽的崩坏兽作为士族 对这样一支大军,即使是女武神也束手无策 噓,好像有人接近了 说 recorder body 你们是什么人啊 要求我们配合之前至少要换上姓名所属吧 来吧 我是叫你不要在人前 突然冒出来吗 喂 薛定鹅 我怎么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 居然一直让我们蒙在鼓里 这是地铁 任何地方 那不是和格尼乌斯的原理意思吗 这个瓦卡隧道 看来就是稳定这个世界炮的毛了吧 有了这么便捷的隧道 切除欧洲大陆的作战 应该很容易实现吧 这是 这是 难道说 是通过瓦卡隧道 其实 是 比安卡大人 是之前在议会听取的作战计划里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不是 如果有我当场就问了 也是呢 那 一定是有什么新事 我 发生什么事了 不会是崩坏兽又出现了吧 看起来不像 我们去看看吧 原来是偶像在看演唱会呢 在这种状况下吗 还真是悠哉呢 不是这样的 比安卡大人 您看周围人们的表情 人们的表情 好像没有早些时候看到的那么严峻了 人们的表情 人这种生物 总要有某种寄托才能活下去呢 是 莉塔 我怎么觉得 她是在指我啊 阿 在旁边静止离听你的歌声,真是棒极啦! 不是叫你不要随便出来 你说宝石? 等一下,先听我说一下原因 请不要在意这孩子的话,那我们就心怀感激地收下了 丽塔,我们的任务是观察这个世界,找到作为蜘蛛的以太锚点,对吧? 是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还真是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冒险呢 就像你说的一样,人总要找到某种寄托 不过,亚历山大的人民创造了人工智能 尤卡坦半岛的居民,有一位牺牲了自己的引导者 极多的人民,则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乐观精神 就算只是一个世界炮,这里的人类也依旧是人类 而我,想要从崩坏手中守护这些人们,就像守护我们本来的世界一样 比安卡大人 但我知道,任务是最优先的 一旦这里的崩坏超过了可控范围,我们必须放弃这里,回到我们原本的世界 怎么想,都不符合我的主意呢? 比安卡大人,你只需要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好了 可是丽塔,我们是女武神,不能因为自己的个人情感就 我这么说,可不是因为个人情感哦 因为比安卡大人,会成为最优秀的女武神 而我相信最优秀女武神的判断 没问题 万无一失 不许可,幽兰戴尔的七颗宝石就全部集齐了 幽兰戴尔的七颗宝石就全部集齐了 小悠 力量透过我的掌心传来 你原来是一柄这么强大的武器吗 小悠 上吧 小悠 成功了吗 怎么回事 有什么办法吗 将世界放在我的体内 这种神迹一样的事情 真的能做到吗 我接受 我想要守护这些我喜欢的人 我想要守护他们喜欢的更多的人 我想要守护这个世界 圣剑啊 现在和我一起 超越自己的极限吧 感谢观看 Kid on my own throne Kid on my own thro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